各位錶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 豬仔 今天是年初七 人日 人人生日的日子 希望大家龍年快樂 龍年身體健康 心上事成 鏡頭前面這隻就是寶路華 Marine Star的系列 豬仔2月9日 8日都介紹過這隻手錶 當時有錶迷買到 有很多錶迷買不到 有錶迷說 可否幫我拿一隻 黑玫瑰金 我和豬仔一樣喜歡玫瑰金 豬仔就找到 這隻剛剛昨天到貨 亦都通知了錶迷 準備 今天會過來拿 這隻寶路華的Marine Star 豬仔多了一隻 看看上次有錶迷買不到 會否喜歡這隻黑玫瑰金 其實寶路華 有分 這個 SWISS MADE 和JAPAN MOVEMENT 這隻就是JAPAN MOVEMENT 採用了MIUTA OS20機芯 OS20機芯 這個機芯的電池 是5年 5年電池 另外時間標準不差很準 每月正負20秒 一日少於1秒 另外 它是KONO的計時馬錶針 亦都很常用 在MIUTA來說是一個通用的機芯 6點位置 就是小秒針的計時 你看到 另外3點位置 就是24小時顯示 24小時顯示 而9點位置就是計時馬錶針 當計時馬錶轉動的時候 轉一圈跳一格 或是1分鐘 1分鐘幾秒 另外日力槍放在4-5點之間 做了黑底白紙的日力槍 亦都看到的Dial有一個格仔紋面 做得很漂亮 格仔紋的Pattern 是壓紋 還有這塊玻璃 有小弧度 我覺得很漂亮 它順著的玻璃 除了方形之外 還有小弧度 以前六七十年代 或七八十年代 都很流行這些手錶 我們叫它電視機 整個電視機 整個方形的手錶 有內影邊框 看到有黑度 整個Dial 裡面 三個小圈 都是做了方形的格仔 配合方形的標殼 這次的顏色 就是玫瑰金色的標殼 和標腳位置 配搭了黑色的 拉絲的不秀角標圈 撞了玫瑰金色的標殼 挺帥 挺帥的 好 試一下這個角色給大家看 這個角色做了100米的防水 10個角色的防水 我沒有記錯 大家看看 另外這裡有個start的角色按鍵 我們試一下 按一下start角色 它做了100米防水 做了一個拉推管 沒有做螺旋式鎖標觀 等一下我試一下標觀給大家看 我先開始這個角色 按一下 按一下 這支計時碼標針就起動了 你看到 這個機心就沒有分段計時 OS的chronograph機心 只有start、stop、reset 你看到 剛才已經reset了 現在已經回去了 另外 標觀位置做了黑色的 有少許護官位 你看到它做了玫瑰金色的護官位 黑色的玫瑰金色 配合整個手錶的風格 向下轉動 轉到6點多 這個位置 我們看看 寫著 保路華 Marinstar 100m 這裏是100米的防水 半格交日力 我們試一下 調到6點多 安全區 減買日力 半格向下轉動 好 一格一格跳 但沒有特色 調完之後 按進去 我挺喜歡 Bassel的外圈 做了方形 做了拉斯花蜜 還有 有6顆六角螺絲 作為裝飾點綴 很有型 整支錶 黑撞玫瑰金 撞了這個黑色的皮帶 這個皮帶 有些洞洞 很漂亮 厚身的皮帶 另一頭是做了玫瑰金色的針扣 上面有保路華音叉的標誌 跟12點位置的標誌一樣 也有一個音叉符號 保路華的標誌 錶底方面 錶底 錶底 也有保路華的標誌 也寫著皮帶 這裡寫著保路華 有音叉標誌 也寫著不受鋼 做了拉斯花蜜 底蓋也有弧度 也有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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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有弧度 好了 另一邊給大家看 這個標誌 是在OLED購買的 所以當時它只是給袋 沒有給盒 豬仔跟著我自己的No.7 Watch的盒 有收據做一年保用給大家 還有豬仔也換了新的電池 確保它一定夠電 好 好 豬仔推介 這款Marine Star的Cronograph 寶露華 海洋之星 如果喜歡這隻錶 就聽清楚 看看多重和多大大大 大小 大小和重量 重量方面 也有 101.5公斤 直徑方面 上次我記得有42mm的標徑 看看是不是 我量出來是42.1mm的標徑 厚度是13.3mm的厚度 脫脫就是52mm 試一下拼上手給大家看看 對豬仔來說比較大 上次是豬仔本身叫 因為我覺得很漂亮 我的親戚朋友幫我在OLED買 但當時以為是40mm的標徑 上網不知怎樣看都是40mm的標徑 但原來回到42mm的標徑 還要比我預期中大 因為脫脫去到52mm 如果喜歡大標徑 亦想試一下寶努華的復古款 電視機款 你可以WhatsApp給豬仔 可以打給豬仔 聽清楚多少錢 1488 1488 跟上次的價錢一樣 沒有分別 上次是銀色鋼鋼帶 今次是玫瑰金色鋼皮帶 喜歡這隻標的 你可以WhatsApp給豬仔 手上只剩下一隻現貨 只剩下一隻現貨 可以WhatsApp給我 打給我都可以 如果留了標的 不用打給我 今天會送去佐敦店 你可以去拿 另外 我買多了一隻 不知道你有沒有標為喜歡 喜歡這支影片的你 記得按個讚 就是阿豬仔 需要你們支持 如果還未訂我頻道 記得按鈴鐺 訂閱 1488 寶劉掛 是Cornograph 用了MiltaOS20的機身 大家也欣賞一下 其實很漂亮 做了玫瑰金色 硬線條的處理 我先擦一下 你看到這裡做得挺漂亮 上面也有多切角的硬線條 做得挺好的 挺有型 希望你喜歡我的推介 我們下集見 拜拜 拜拜